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英国房屋贷款 很多人说英国贷款很难 不管你是第一套也好 投资也好 第一套当然你看的很简单 就是你的工资收入乘以4.5 所谓的各种专家 做各种银行的这种顾问 给你一大堆说法 你的什么压力测试 你的LTV比例什么的 ignore 忘记那些所谓的一些专业术语 你只要记住一个关键点就可以了 在英国买房贷款 其实到最后只取决于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就是你想不想贷这个款 你只要想贷这个款 有很多种方法 而且是合规的方法 具体的操作方法 取决于每个人贷款的案例 取决于他的工资收入 取决于他买房的一个基本状况 价格回报率 租金收入 处在地理位置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在我这么多年 在英国20年的这么一个体验来看 英国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 非常讲规则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 其实你只需要做对几件事情 第一 下定决心 是不是真的要贷这个款 第二 找对人 你会发现在市场上 各个这种老外的也好 中国的也好 这种贷款的中介贷款的顾问 给你讲一大堆这个有的没的 其实从我的观点来讲 中介的价值在于 根据我的实际情况 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说第一 下定决心 第二 找对人 就跟我们前一段时间分析的 一个事情一样 就是说你找工作一样 你说你发了十份简历 找不着工作 你说英国工作不好找 那是瞎扯 因为你简历发的不够 如果说你打了三百个中介的电话 你还贷不了款 那我必须要说 那我的观点是错的 相信我 如果你打了三百个中介的电话 你还贷不了款 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出现问题了 你一定能贷到款 如果你贷不到款 找我 我会给你一些进一步的建议 但是由于视频的时间的关系 不能跟大家分享更多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在英国做任何事情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是决心 你只要有这个决心 找对人 花对钱 办对事 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难度的 关键的问题是很多年轻人 很多人他怕 他担心 他没有这个坚决的这个决心和执行力 这个是最关键的 接下来我们明天会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15年前我是如何2万英镑买了房 到现在价值60万英镑 欢迎关注我们的油管频道 英文大叔带给你英国20年的生活 法律各个方面的知识分享 英文大叔你值得永远